前几年,我国在是否建设粒子对撞击这问题上,使得我国的科学家们分成了旗帜分明的两派 由于两派争论不下,人们最终选择投票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结局是,以杨振宁为代表的反对建设粒子对撞击的科学家,一票的优势险生 以至于建设粒子对撞击被搁置了,大伙对杨振宁这好人物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等领域有着巨大贡献 据说,这粒子对撞击在科研仪器中属于顶级 按这个说法来看,很多人不懂杨振宁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建设粒子对撞击 杨振宁先生是怎么说的 杨振宁认为,就算真的建成了粒子对撞击 其产生的意义也未必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因为有一批人坚信,如果建成粒子对撞击 未来它将会成为我国物理领域的神助攻 粒子对撞击真有这么香吗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建造粒子对撞击也并非好处全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建造粒子对撞击的想法并非我国独创 早在这之前,就有很多国家出现了这样的想法 比方说,美国、俄罗斯、欧洲等众多国家都曾开展过此类项目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项目并不简单 你可能还不知道,上世纪后半夜的时候 西方就仅用对撞击,将钢能物理探索到瓶颈了 当时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寻找理论中预测的新粒子 这种粒子可不是简简单单见个对撞击就能解决的事 重要的是看运气 而且,这时期出现的理论预言,他们的正确性还有待商讨 由此看来,在那个时候,对撞击找新粒子一事显得格外玄乎 拿美国来举例,据说,美国曾先后投入了40亿美元 最后却不了了之了,最见得,其建造难度之大 杨振宁先生之所以屡次反对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投入过大 不少人都知道,这个项目差不多要有1400亿元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毕竟在建造过程中,人们可能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可以说,这个项目就如同一个无底东 这种后续追加的投入,对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个负担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说科学无国界 但是科学家这方面还是分国界的 在全球高能物理研究方面,我们没有顶尖的物理学家 从以往吃过的亏来看,我们对这项目的所作所为 很可能会为他人作家的衣裳 你可能会想起,18世纪60年代 这一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始 争取机的出现,让英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之后,以英国为首,工业革命先后在西方各国萌芽,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打响,又让西方列强开始争夺殖民地 遗憾的是,清朝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 虽发展了洋务运动,但跟西方的战果比起来 差距还是太大 总的来说,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 人类科学就逐渐踏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每个学科都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 人们在找寻新方向的同时 科研成果也被一次次的创立、推翻 甚至是再创立 人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中 对自然、对宇宙越来越了解 这样看来,似乎粒子对撞机确实有点浪费国家的资源 长期下去,可能很难创造相应的价值 短期内,对国家而言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提到粒子对撞机 对于我们而言,多数人会感到比较陌生 这粒子对撞机到底是什么呢? 粒子对撞机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粒子间的碰撞来研究粒子 从而发现新的粒子 或者说,研究微观世界 就目前情况来看 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对撞机 如果说不存在对撞机的话 大部分的量子预言也就只能停在理论层面 反而言之 量子力学想要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对撞机可称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再说到通俗一点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暗物质 或是宇宙爆炸理论吧 其实,这粒子对撞机在一定程度上 对解开这两个问题有着关键的作用 你可能知道 2012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西格斯粒子 这个西格斯粒子可通过与其他粒子发生偶合 然后赋予其他粒子质量 故而被认为是质量之源 总管而言 虽说暗物质、暗能量 现在已经被实锤确实存在 但是 人类真正想要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布什尔认为 人类若是能够将暗能量收集起来 此后就能发展出新的能源 并且能够研制出一种能够达到光速的飞船 当然 这一切还停留在理论上 由此有人指出 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 想要追赶上西方的步伐 必须有一个杀手锏 也就是对撞机 有了它 不仅会吸收尖端人才来华 还能培养本土人才 此后 人们可依托对撞机建立高效学术圈 这样一来 中国就能拥有尖端的领域中心了 事实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杨振宁身为伟大的科学家 他毕生都清楚在高能物理中 对粒子物理学来说 他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或许杨振宁反对建造粒子对撞机 并没有错 也为中科院院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指出 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 全球先后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 我国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 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 我们只是一个跟踪者 并没有取得多少优良的成绩 而第六次科技革命 并非宇宙学 反而是跟人类密切相关的 生物产业和基因产业 最重要的是 粒子对撞机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 尴尬的是 它在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中 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也许在第七次革命中 粒子对撞机的用途才会显现 虽说 现在我国贸然用巨子打造对撞机 挤压其他领域的经费 也是堪忧的行为 毕竟 高能物理属于长期的投资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可能都无法看到它的成果 实际上 杨振宁并非反对修剪粒子对撞机 作为物理界的态度 他也很希望看到物理科学的进步 说白了 杨振宁明却表示反对的是 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修剪粒子对撞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评论留言 我不一定都能回复 但都回去看 最后 问你要个点赞收藏不过分吧 记得特别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